刘培苑的英文教室简易表达篇第39集 她的基督心很重 我们可以讲 She is an envious girl 戏院入口出就在前面 怎么讲呢?想一想怎么讲 可以用 The entry of the theater is ahead The entry of the theater is ahead 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Do you know the fact about that? Do you know the fact about that? 所以我们讲过很多次 这只是例句 这是我自己随便乱七八糟造的 不是标准答案 英文也没有标准答案 就只是参考 所以你不要看我视频说 这就是这样讲 当然是这样讲 但是不是唯一的讲法 所以你不要说 或者你说我听一个老外怎么讲 你跟他讲的不一样 我在哪一本书上看到 就是这个学英文就太窄了 调调大路通罗马 我太太做了拉皮的手术 My wife had a face left My wife had a face left 宇宙是无穷尽的 可以讲The universe is infinite 所以有一个汽车 它的型号也是infinite The universe is infinite 他什么都不缺 He lacks nothing He lacks nothing He lacks nothing 电话在阵线了 The line is busy The line is busy 他家很遥远 在很远的地方 His house is far away 火车的票价多少钱 What is the train fare What is the train fare 他是农夫 He is a farmer He is a farmer 这是我十个YouTube频道 我们这边最简单的简易表达片 最难的就是经典演说片跟长剧破解片 如果你觉得英文不够好 想要英文发音 每次发音标准 你就去看这个正确发音 所以每个独立的功能都不同 这些都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表达 我们再念一次 She is an avious girl The entry of the theaters ahead Do you know the fact about that My wife has a face left The universe is infinite He lacks nothing The line is busy His house is far away What is the train fare He is a farmer 我们来看看 为什么讲完了就可以打完收工了 为什么还要继续浪费时间 不是浪费时间 就是说我们把它的方方面面的做个隐身 这样子会增加一些英文相关知识 envy就是嫉妒的形容词 嫉妒的 因为形容词要放在名词前面 所以形容词修饰名词 那副词呢 通常放在动词的后面 修饰动词 当然它也可以修饰形容词 也可以修饰其他的动词 所以这基本上 这个英文的文法语法的一个规则 我们说envyers 这是很好用 很嫉妒的 喜欢嫉妒的envyers 或者也可以用jealous jealous 嫉妒 但是envyers 两个都差不多了 详细讲起来两个意思还是不太一样 你就可以带换 envyers 或jealous 两个都是嫉妒的 entry就是入口 entry 但是我们不讲家里的入口 我们通常是讲建筑物 戏院 这个呢 戏院或者这个是博物院 古宫博物院 就是大型的 或者是政府机关 司法院 行政院 或者什么部 就是这种反正大型建筑 它入口 我们可以用entry 入口用entry theater 我们一般也可以前面加个movie movie theater 因为光是讲theater 它不一定是电影院 它也可能是歌剧院 或者是一般像白老会 很多演舞台剧的 所以说要讲电影就加个movie movie theater 那在前面就ahead it's ahead 那我们通常说she is ahead of us 它走在我们前面 那后面就behind she is behind us 这个很好用 在前面ahead 后面是behind 那在后面after跟behind不一样 behind是位置 位置在后面after就很多了 时间啊 什么在后面都可以啊 所以两个意思不一样 一个抽象的 一个是比较具体的 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Do you know the fact about that? 好 所以我们英文呢 有时候发音要准 所以这样这个事实就 FSCT 可是它念是大卷蛇 蝴蝶音 FACT FACT 那至于C是发K的音 但这个很轻啊 所以念不出来没关系 FACT FACT 就带过去 最重要的是它是大卷蛇 FACT 所以前面这个字也不好念 这女孩子呢 她是舌头往最下伸 Girl Girl 所以不好发 Girl 一般可能发生Girl Girl 就不太准 那这个像这个ahead 是半卷蛇 ahead 如果大卷蛇是ahead 就差很多 不卷蛇 ahead 那差更多 卷蛇卷一半 ahead 所以这个A的音最麻烦 又卷一半 又大卷蛇又不卷蛇 这个ahead是卷一半 ahead 像我们说tell Let me tell a story tell 或者telephone 电话都是卷一半 那这个事实呢 是大卷蛇 FACT 像最最标准 很多很多人 那个叫英文 喜欢讲那个苹果 Apple 大卷蛇 Apple 那你念成不卷蛇 Apple Apple 就不对 那你卷蛇卷一半 Apple 它会听成那个四月 就两个很像 大卷蛇 苹果Apple 四月是Apple 卷一半 就有两个有点像 大卷蛇 中卷蛇 小卷蛇 好 我太太做拉皮手术 My wife had a face lift My wife had a face lift 你看这个face 就是完全不卷蛇 你看三个字都有了 脸 是完全不卷蛇 Face Face 卷一半 Ahead 在前面 他卷蛇 试试 FACT FACT 或者是苹果 Apple Apple 那这个lift 是 拉起来的意思 往上拉 那在 主要在英国呢 我们说在美国 电梯是Elevator Elevator 在英国是 他用Lift 就是往上嘛 电梯往上 当然也可以往下 可是他就用Lift 把皮肤拉起来 拉皮手术 所以我们看过一些视频啊 啊 那个拉皮真的 有些这个很恶心啊 真的是 真的把你皮肤那个边边的 脸的边边 真的切开来 哇 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最后也看不太出来 就是拉皮 因为你皮肤皱了嘛 哇 看那个手术真的是 所以如果是女孩子 他先看视频 看了怎么做以后 他可能不敢拉了 因为他 因为你真的做拉皮的时候 第一个你也不一定 医生也不一定会让你看 可能给你看一些 相关照片而已 啊 然后那个 你在动手说的时候也是 麻醉了看不清楚 哇 我们看到他真的很恶心啊 那里面的 所以中国是皮跟肤嘛 皮肤 表面那一层皮 下面有肤啊 肉啊 脂肪肉啊 它真的分离啊 所以我们说 有些电视剧比较恶心 把人那个 这个是皮 把人弄死了以后 那个皮拉开 哇 那很难看 剩下一张皮 猪皮 牛皮也是这样的 看过那个真的很恶心 宇宙是无穷尽的 universe is infinite 宇宙就是universe 那时候我讲宇宙的 形容词可别 Universal Universal 所以Univers是宇宙 它意思又多一点 除了宇宙的以外 它也可以是 普世价 是普世的 哪里都走得通 都行得通的 它多一点意思 finite 就是有限的 所以前面叫in啊 加dis啊 加un啊 这些都是负面的 都不怎么样的 所以这个finite是有限的 前面加个in就是infinite 所以英文里面有自首 就自的头的部分 自根就是中间的部分 或自尾 有分之三大部分 但有些字很简单啊 就一个字根 像and and but 字很少 它一个字就自根 就长一点的时候 字长一点 它常常就有自首 个字尾 所以不是每一个字都有自首自尾 但自根是一定有嘛 长一点的话 它中间就自根 短一点它整个字就自根 叫root 前面字首叫prefix 比较难一点 那后面字尾叫suffix 他什么都不缺 he lacks or nothing 缺就是 它可以当动词 当形容 当那个名词 这边叫动词 他缺 of nothing 不缺 这边不缺 he lacks or nothing 电话阵线呢 the line is busy 很忙 那我们说line 那是线路啊 不一定是电线 那一般讲the line is busy 就是电话线 当然你可以说the telephone line 或者the phone line 那就更清楚 也可以 但在美国你讲the line is busy 大家听得懂 busy很忙 但你也可以讲occupied the line is occupied 被占住了 也可以 所以line你也可以用phone line 也可以用telephone line busy也可以用occupied 占领了 他现在很遥远 his house is far away Far away就是很遥远的 是这个地点啊 地方副词 地点副词 house跟home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他住在哪里 用house 家就是home 有家人住的 那才是home 光是说他住在哪里 我们用house 你跟朋友说我家里住哪里 要用house 你说我要回我家 就用home 这两个都是你家 那中文分不太出来 英文就分得很清楚 home跟house是不一样 那火车票价多少钱 what is the train fare 那fair就是价钱 一般是讲票价 去看一场 篮球比赛 网球比赛 或看一场芭蕾舞 的票价 就是fair 火车票价 运动的戏票 或者看电影戏票 fair 票价 他是农夫 he is a farmer 一旦加一个 一个 所以英文很重视 人多就不用加a 所以英文名词前面 常常加th-e 叫灌尺 定灌尺 a或an 叫不定灌尺 子音就用a 母音就用an 最简单的了解 最后练一遍 she is an avian girl the entry of theaters ahead do you know the fact about that my wife had a facelift 这叫复合字 两个字联合在一起 复合字 有时候两个字直接连 有时候中间加一个横杠 短的横杠 横杠有短的有长的 有时候又有两根 中间断掉都有 the universe is infinite he lacks nothing the line is busy his house is far away when is the train fair he is a farmer 自己讲到这里